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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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霆一光 管它是黑毒 擋不住 我勇敢的追星 雷霆一光 管它是黑毒 擋不住 我勇敢的追星 我勇敢的追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职业危机顶尖水平 于是一个科技界讨论许久的问题再次出现 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彻底取代人类 在更多领域人类是否会因此丧失主导权呢 此前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物理学家之一的 史蒂芬霍金曾经提出过警告 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 并可能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之内就将人类取而代之 崩溃了 好 三分四十五秒八七 比昨天多了两秒 大兴 你进步了 我说你啊 就不能安静地写会作业嘛 专心从来不超过五分钟 就是猴子都不应有耐心 就科学的角度来分析 大兴的状况属于狂躁症 如果长期不调整 演化成精神病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我就奇怪了 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数据都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叫科学 算了 把这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科学 我看你就是随便瞎说了一个数吧 反正也无法计算 我是计算不出来 但是有人能帮我算 谁啊 他 只要我问他的问题 他都能解决 哇塞 我一直以为你这个耳机是耍帅容 原来还连接着这么个秘密武器呢 你懂什么 这是你做的 对啊 人工智能 拉倒吧 还人工智能 这块电雾板 成本有五十元 芯片的制作成本不到二十块钱 我说吧 单科技和创意是无价的 方程 你这是干什么的 您问他什么 他就能回答你什么 你能干什么呀 请小声说话 我不耳背 请问我长得美吗 我亲爱的朱迪斯 您最美了 您天下第一美 您美的都冒靠了 您这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 您换个问题吗 地球离太阳的距离有多远 日地距离由称太阳距离 指的是日行到地行的直线长度 由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 归道是椭圆 所以这个距离是时刻变化的 其长度大小因为 14959万770千米 日地距离是天文学上的长度单位 在天文上把这个长度 确定为EAU EAU 我给你三个AU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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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短度吗 有什么了不起 朱迪斯问的问题太简单 没有难度 你们谁问个难的 我问个难的 请问公交车 公交车英文名BUS 我没问你公交车的英文 我是说公交车在出站之前 坐了九个人 到了一站上来了两个 又到了一站上来了一个 又到了一站上来两个 下去两个 又到了一站上来三个 下去一个 又到了一站没上也没下 又到了一站上来两个 又过了两站上来了一个 问 我告诉你 公交车上一共还剩下十七人 公交车走了几站 还是你们大人玩得很 八战 你太阴险了 你太阴险了 哈哈哈哈哈 你这拆东西的毛病就不能改改吗 要是真想做实验可以旧物改造 别再妈买一个 你就拆一个 你懂什么 甩嘴唧的平衡衣非常先进 我省得自己做了 要是被咱妈发现了 可就不是甩脂这么简单了 女人减肥 向来是雷声大 有点小 咱妈连吃减肥药都坚持不下来 更别说断练了 有道理 有明后桃片也真难崩 好了 大功告成 你看 很难看 难看 我这个可是按照航天用的空间机械臂做的 我知道 空间机械臂本就是个智能机器人 具备精确操作能力和视觉识别能力 既就有自主分析能力 又可以由航天员进行遥控 是啊 我这个机械手臂可比方程的什么破芯片高级多了 他那个是会说话唠唠叨叨的 我这个没那么多废话 航天材料 航天材料 承重 100公斤 你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就你这破玩意儿 喝到鸡爪子似的 费量这么大 拿来 干嘛 我让他给你包 让你看看他能完成多复杂的工作 干不干净 就你这破玩意儿 包完了还能吃吗 放心吧 给我 好吗 大天你骗我 快点 还挺甜 行 当妈回来我就告诉她 你开了手指机 别 我认错还不行 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不过我可没骗你 我这个机械手臂可是人工智能 有个性化模式 得输入人类的DNA识别码 DNA识别码 是啊 其实有根头发就行了 如果输入你的DNA识别码 那么它就有你的性格 比如爱吃猕猴桃 如果输入我的 它就爱吃饺子 咱家需要的是干活的 吃过有你一个就够了 所以要是 你能搞来史蒂芬霍进的DNA识别码 那么它就无所不能了 不过在我认识的人里 最聪明的除了我 也就只有方程了 可是 我可不想拿我自己做实验 那就试试方程 那家伙虽然不招致喜欢 可是应付考试和作业足够了 要是有它一根头发 我就再也不用写作业了 科学家 要是都像你一样心里阴暗 那在世界里多可怕 如果方程了头发 你怎么搞来 我就不信 它能乖乖地趴着一下 那你就 这件事 就得让你充满了 我 是啊 它不是一直听喜欢你吗 只要你一开口 别说头发 脑袋它都给你 我虎虎虎虎虎把我出卖了 什么人 科学总是要有现身精神 妈 妈 你这怎么了 你 你们这什么甩纸机 这简直就是甩人机 生理 你要扒嘴给他 我会更好 Boeing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原来是小微妮 我从老眼就在想 这位美女是谁 太令人难以置身了 你这哄女孩开心的话是从网上学的 听得真神色 你约我 我总要做点准备 以科学统计 你主动约我的几率是0.03% 那好 你等我下来 好 快来 你这上音乐课 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连也学了一首歌 你要不要听听 那个 你就简单唱两句吧 好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小微 她有双温柔的眼睛 她悄悄透透我的心 小微妙 你可知道 等一下 我这还没唱完呢 走 你要唱完了我就完了 我约你出来就想起你帮我忙 什么 你听说过 土耳其有个头发博物馆吗 听说过 听说过 我觉得吐的别酷 你想在中国办一个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正式收集人的头发 你就是第一个 太荣幸了 你这口气 我没带剪刀 没关系 我有手 生丘 放心吧 对不起 有点短 来吧 可以了吗 多揪了一根 好美 那好了 没事了 我回家了 拜拜 那个明天 什么明天 咱俩没有明天 拜拜 女人的心思可真难猜 你怎么回来 他刚才不是在那 我真是火箭鬼了 没有 没有 我这儿你的笑 我这儿你的笑 小高红车人不老 我这儿你的笑 我这儿你的笑 你能别唱了 我现在只要一听到唱歌 就全身过满了 我给这个机械手臂安装了发声功能 让他贴线给你唱 小外人 偷翻 勾范 四下有多远 你就管多远 机械手臂 方程二号 正式完工 方程二号 怎么好了 一号是原型机 我紧让它给咱妈帮除去了 告诉你 DNA识别码是可以复制的 以后我多做几条这样的机械手臂 都安装同样的识别码 等于说就一堆方程 天天给咱们家收拾衣服洗碗 整理屋子刷马头 想想就过瘾 方程也不一定什么都会 就他那脑子 他不是一学就会 不到了 你看 方程 为我喝水 这都挺这样的方程 他讨厌你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绝对有报复 你试试看 我才不要 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他一定听你的话 方程 我想吃个猕猴糖 给我包 方程 他已经听到 我的小微 有一颗美丽的小女孩 他的名字 天天 叫做小微 这明明是方程的DNA师妹了 总跟有智障似的 非常温柔的眼睛 我查一下她的记忆库 方程 我还没想到 不会有人格分裂 听一下 方程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看书去 袜子不用你洗 看书去 鞋不用你摔 看书去 菜不用你摘 看书去 妈 我拉完了 给我擦屁股 终于不知道 什么叫高分低能 别追我 你傻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 妈 你们说什么人工智能 这明明就是人工智障吗 我 我跟你没玩 你给我站着 你给我站着 妈 你给我站着 那里的那里的 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在这集故事里 大兴把人工智能 变成了人工智障 在历史发展的这个长河中 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为人所用 但主导权始终握在了人类自己的手中 而大兴呢 却想用人工智能代替自己 完成一切工作 就像方程 除了学习她什么都不会 成了一个高分低能一样 科技是打开未来的钥匙 也是人类发展的标志 但前提是 你要拥有足够的勤劳和智慧 那咱们下集见 穿上了膛装外星人也学会了科技 一声一声叫人叫力 那是宇宙发出的消息 每颗线线藏着秘密 夜空变得如此美丽 怀抱 银河系漫游指南 颠作乐客本上的定律 不要取福超梦的飞行 今天出发昨天已回去 到底飞行多少光年 才能成功穿越星际 也许会有平行世界 哪里有比一个自己 自己 每天都要多遍无影 未来就能出手可及 相信做一颗星星 闪烁在你我的心里 青春都有闪耀权力 大大心配拥抱奇迹 每个风向都要飞翔 拆下那颗星星送给你 夜夜 开心少年 夜夜 放飞梦想 夜夜 拥抱奇迹 宇宙很远 他们用微星打开一个奇妙的世界 融续设置完毕 人工智能 天地互联 要是我的射小真能实现 他整个人类可是一大步 花样百出 敢想敢战 小卫星引领大时代 大型少儿科技情景喜剧 《卫星时代》 央视少儿频道给你好看 欢乐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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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乐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乐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乐播出